这次呢讲一下钢琴的右手是怎么弹的 大概怎么个从简单到复杂的一个过程 然后钢琴整体来看的话 它就是双手配合的东西 右手左手还有双手配合 这次讲这个右手的 手指的话只有五个 然后琴键的话有这么多 那这么多过程当中的话呢 最简单的弹法那就是弹一个小区域的 比如说像一个粉刷酱啊什么的 那粉刷酱的话就只用导力密码烧 只用这五个琴键来弹 这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它没有导手的环节 而且琴键只有这五个 所以你把手这个从大后子开始 往导力密码烧放好了 一个琴键一个 然后弹就行了 从头到尾 它手是不挪动的 然后在这个技术上 区域会一点一点一点的变大 这个就是从简单到复杂的一个过程了 左手它也大概是这个样子 从一个琴键到两个琴键 三个琴键四个琴键 整体来看的话 幅度的话是右手的这个弹法稍微会稍微复杂一些 因为一收曲子的旋律 它就是定好了 比如我刚才示范的那个粉刷酱 就是烧米烧米烧米的 它就是有五个音符组成的东西 那不是所有的曲子都是五个音符组成的 有很多曲子它的跨度是比较大的 那我来示范一下跨度稍微大一点的曲子 像卡门 是吧 这一段里面它已经就出现这么多音符了 那这种我们只有五个手指 然后琴键这么多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导手的环节 比如说 从下面跨过去 然后再蹦下来 这种的话就比在一个区域弹的要稍微难一些 那这个的话慢慢练就行 从简单的到复杂的一点一点一点 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左手的话大概也是从一个琴键 然后变成两个琴键 变成三个琴键 然后整体的话 你就得看一首曲子的双手配合难不难 来决定这首曲子整体难不难 就是有的曲子的话 它的左手超级简单 但是它的右手比较难 然后双手配合起来 它的整体的难度 技术就不一样了 当然但是有前提的 你前提是要学会谱子 你起码谱子不会看的话 你从头到尾 一首曲子它比较长的话 你把它全部背下来 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然后你弹着弹着卡了 你就不知道怎么接了 就会有这种问题 为什么要学谱子呢 因为学谱子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方法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